好大联盟最近亚洲好手版面不少 除了日本二刀流大鼓祥平 现在也有寒流来袭 少力海盗队的南韩新人裴志环 他棒打太空人守护神普瑞斯利 轰出了再见的三分炮 带领海盗7比4击败了太空人 同样来自韩国教室队的金河城 高尔夫球式的打法全雷打 也引起了热烈讨论 大联盟打拼不容易 而南韩好手最近也有不少镜头 海盗迎战太空人 先来看看转队过来的崔志万 南韩中炮手崔志万 连续两天都开轰 六局下敲出一发阳春拳雷打 但他开轰不稀奇 有趣的是崔志万表情超有戏 回到休息区的开轰庆祝 认真挥舞海盗的剑 突然有一种看韩国古装剧的错觉 不过本场男主角不是他 而是他的南韩学弟裴志万 主播难以置信 现场球迷海盗不行 自家队友在本壘前排排站 准备迎接海盗的英雄 裴吉万伊米达 这位二十三岁的大联盟菜鸟 九局下半四比四平手 棒打太空人守护神 Ryan Presley 一发再建三分炮直接KO对手 帮助海盗七比四收下胜利 裴志万的惊喜演出 队友当然也得好好伺候一下 而收到大联盟的韩国好手 最近讨论度高的还有他 效力教室的金合成 用这个打高尔夫球式的打法 捞出红阳 不只球队发文 应该给这个男人一件绿夹克之外 球迷们也为之疯狂 看来大联盟寒流也正在酝酿 华氏新闻洪思雨这样方报道